施詠 今天是你生日的 我現在很少有機會見到你 我知道你很勤力地讀書 我希望創意書院好像你這樣 正在成長著 因為我知道你很努力 雖然是辛苦一些 但是我也記得幾年前 在青州街上跟你聊天的 那個人還是溺溺在目 沒有東西 記掛著你 再一次祝你生神快樂